12岁女孩被拐现身千里之外 热心男子现出原形竟然心怀不轨 妈妈失踪六年终于现身 女孩千里寻亲能否找回迷失的亲情 见证一个女孩的坎坷寻亲路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女孩寻亲之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春节刚过12岁的小女孩小云 独自徘徊在贵州安顺火车站 她在这里等待消失了六年的妈妈 因为六年前妈妈就是从这里上了火车 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我之前找到我妈妈 所以我就只能在火车站上等 我觉得妈妈应该会回来的 然而小云苦苦等待没有等来妈妈 却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 这个怪叔叔说她正是小云妈妈的朋友 然后带着小云上了开往湖北武汉的火车 在武汉的一间小鱼短里 小云度过了最害怕最漫长的一夜 怪叔叔反锁了房门 并要求小云脱掉衣服睡觉 小云紧裹衣服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便逃出房间 前往派出所报警 武汉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的民警 经过缜密侦查 将男子李大海抓获 并最终攻破其心理防线 查清了怪叔叔李大海拐带小云的真实目的 后来通过我们审讯 他把这个事他说出来自己的想法 产生这个邪念 然后就想把他占为己有 就把这个女孩叫占为己有 然后把他养起来之后 当老婆养吧 他说其实我是看这个小女孩 比较比较标志 我就想把他骗走 待在我身边 然后跟我结婚生孩子 李大海认罪服法 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然而民警觉得事情还没有结束 小云独自走出大山 是为了寻找失踪六年的妈妈 她的家庭到底发生了哪些变故 小云的妈妈又身在何处呢 小云的妈妈六年前不辞而别 对于刘玉兰的出走 村里人流传着很多说法 大多数人说 是这个刘玉兰跟别的男人跑了 不要这个家了 小云对这些留言从来都是无动于衷 他相信妈妈总有一天会回来接他 小云说妈妈的出走是有原因的 他相信妈妈一定会回来接他的 只要我心里相信我妈妈就可以了 不管别人这么说 妈妈离家之后 父亲又组建了新的家庭 小云说继母带来一个小妹妹 自己除了要每天上学干活 有时还要挨打挨骂 他觉得生活难以继续 于是小云决定去寻找失踪六年的妈妈 在离家之前 他给父亲留了一张纸条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小云的成长环境问题 民警决定帮助小云找妈妈 然而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 刘玉兰出走后和家乡彻底失去了联系 如今刘玉兰到底在哪里 没人能说得清楚 经过艰难寻找民警最终 得知刘玉兰住在江苏常州的一间出租屋里 民警和记者驱车前往江苏常州 在这里见到了消失多年的刘玉兰 十二岁女孩历经艰险 只为寻找失踪多年的妈妈 重新找回迷失的亲情 毅然决然离家出走 身为人母 她为何抛家弃女如此绝情 敬请收看到的观察 女孩寻亲之谜 刘玉兰自己如何解释 这六年的不辞而别呢 就是她和我两个人生活那么多年 两句不合动手就打人 打人不说 经常大半夜大半夜的赌钱不回来 我说她一次打一次 说一次打一次 刘玉兰说自己出走是迫于无奈 一切原因都出在小云的父亲梁守正身上 梁守正不仅有赌博酗酒的习惯 还经常实施暴力 然而对于这一说法 梁守正予以否认 结婚有七年了 打过两次架 就两次 都是问了小孩 也不是问了我自己 双方说法不一 到底谁在说谎呢 事实真相或许只存在于小云的记忆之中 她就特别喜欢赌博喝酒 以前我妈妈在的时候 总是很好地服侍她 可是她却不珍惜 小云回忆 父亲确实有赌博和酗酒的习惯 相比现在父亲组建的新家庭 过去妈妈刘玉兰在的时候 父亲很强势 你爸爸有时候赌博喝酒 你有没有劝过爸爸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我跟他 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讲 就在六年前的春节 刘玉兰和梁守正之间的矛盾 彻底爆发了 就是那年快要过年的时候 我们一家本来高高兴兴地吃饭嘛 我爸爸让我妈妈找件衣服给我换上 那天呢 后面少了一个扭子 我让我妈妈给我钉 我妈妈钉的时候钉出来 钉成白色的了 就是一枚钉错的扣子 让这个脆弱的家庭走上了绝路 我爸爸他不但没有停转 还使劲地打我妈妈 我妈妈他就打电话 给我外婆讲 我外婆他们就派 他们就让人来把我妈妈接走了 然后那个时候 那里的人就经常说 说我妈妈是跟别的人跑了 小云相信妈妈也舍不得自己 只是她不敢回来 我妈妈她也很想回去找我们 但是她一想到我爸爸那个脾气就不敢 我那年出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工 没有和任何人联系 包括我娘家的人都没有联系 我是一个人一直静静地带着 就这样 小云对于妈妈的记忆 凝固在了仅有的几张妈妈的照片上 因为我家里还有妈妈的照片 如果您照片的人能复制出来 我就有一个妈妈 照片的人能复制出来 能把您的妈妈编回来 那个时候有什么能力 说白了我现在 文化没有文化 一个稳定的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时候我要是真的把它带走 我也不知道带到哪里去 刘玉兰知道 尽管自己的出走是迫于无奈 但确实还是给小云带来了伤害 如今妈妈现身了 小云再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她日思夜想要和妈妈一起生活 这个愿望能否实现呢 我心里感觉就是如果我跟她忙 我就一定要好好学习 用我最优越的成绩来报答她 长大了以后不让她消息 虽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 但是刘玉兰和梁守正积怨之身 让人难以想象 直到今天 他们仍然无法心平气和地去沟通 而是选择速至法院 也证实在法院 刘玉兰见到了这么多年来 没有见到的女儿 我见到她的时候 是在法庭上见到的 她来的时候 她就只是对我笑笑 根据法院判决的结果 妈妈刘玉兰获得了小云的抚养权 对于这个结果 梁守正表示可以接受 她自己有她选择的权力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这样说 那选你还长大了 你把它算在我身边 有很多东西我也管教过你 你长大了你自己选择 可是另一个问题随之而言 刘玉兰如今也组建了新的家庭 这个家庭能容纳小云吗 刘玉兰现在的家庭 欣然接受了小云 不仅如此 她们之间还相处得很融洽 要你起来晚了 你去上班了 奶奶会给我煮半吃 会带我上街去 她说那边的奶奶他们没有 有一点东西都是分给小弟弟他们 分给大白家的 叔叔家的 她说我就没有 我就只能站在那里看 接下来的现实问题 是小云上学的问题 小云的父亲说 她现在根本无力支撑 小云的生活和学业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现在我这个身体也不好 可以说一句实在话 我就说的 现在你叫我去打 打一瓶吊症的钱 我都很难拿出来 因为我这个家里 基本上都采空隙了 这家庭有点贫困 因为什么呢 因为她生病嘛 梁首证过去是尼瓦工人 在一次作业中补审摔下 从此身体落下了病根 影响到劳动能力 而刘玉兰如今在一家工厂上班 收入也很微薄 你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 你感觉现在压力大了 挺大的 都不敢怎么用花的 小云的事很快 在武汉市的一些报纸看出 这时爱心不断汇聚而来 很多热心的群众 跟我们所里打电话 问这个女孩的地址 怎么联系 也想对她进行帮助 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 中南路派出所的民警 也始终牵挂着小云 官民警应该还是要帮助 需要帮助人 就是体现出我们的正能量 就是志愿的 我们进行捐款 就是能够帮助她渡过难关 帮福不是这一次 就是如果是小孩子 能够顺利的 反正学业的话 读初中读高中 包括读大学 我们都能够长期的 与帮福 这些爱心的汇聚 很快解决了小云读书的问题 刘玉兰既觉得感动 也为自己六年的缺位 感到惭愧 哪里都有好心人 要是她这次不被拐卖 说白了 我也不知道 后年马月我才能见到她 我现在把她带在身边 尽量把她带好 小云的愿望实现了 她会跟着妈妈开始新的生活 但就在我们的记者深入 小云家所在的村子采访的时候 发现那还有很多孩子 父母在外打工 这些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 而这些留守儿童的监护缺位 也让他们的成长之路 平添了很多隐患 中南路派出所的民警认为 父母教育的缺失 让孩子们面临很多风险 因此他们多次走进校园 为孩子们普及安全防范知识 在一个离子尔平远的地方 有一个小同学 他的爸爸妈妈不在家 他很想他的爸爸妈妈 他就到火车站 汽车站 去找他的爸爸妈妈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满眼孝云的心情 小云的遭遇在别的孩子看来 或许只是一个安全教育的案例 可他真实的发生过 并且对小云的人生轨迹 产生了影响 就和你情况一样的小朋友 还有很多吗 还有很多 那你觉得这种爸爸妈妈离开了 对你影响大吗 对我影响不大 但是我觉得对那些幼小的儿童 肯定会有很大的因素 小云说 过去自己从没有对未来有过规划 只想着找到妈妈 现在妈妈找到了 她又有了新的人生梦想 我肯定要做一个好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你是什么人 没有父爱或者没有母爱的人 小云的遭遇是不幸的 但结果还算幸运 但我们想想 是不是每个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 都能像小云一样幸运呢 像李大海这样的怪叔叔 今天警察抓住一个 明天又冒出来一个王大海 张大海 怎么办呢 这虽然是一起刑事案件 但它发生的社会背景 才真正让我们不寒而栗 家暴 生而不养 父母缺位 母 法纪 甚至性别 比例 都可以在这类案件当中 推波助澜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来判定那些身体上已经成熟的人 适不适合为人父母 但我知道 小云赶上的可能恰好是不合格的 好友介绍漂亮美女 她用微信 穷追不舍 好友之招 用前海战术 女孩为何若即若离 八个月的情感投入 真金白银的表白 真相让人大跌眼镜 自导自演的恋爱骗局 又如何收场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双簧